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有议员关注警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将被捕人击留时间延长最多14日 是否符合人权法 法案委员会第四日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警方可以在首段48小时击留期之后 向法庭申请延长最多14日击留 也不需要给被捕人相关申请延长击留的资料 有议员关注是否符合人权法 香港有独立审判权的法官是会在考虑尊重被告人的权利之下 如果看回了控方提供的资料才去做个决定 再者被告人即使未必有机会看完所有警方需要保密的资料 但他仍然可以找律师 律师也可以代他说 来到游议员关注14日的标准如何来定 这个标准是基于我们的调查能力 我们本身的经验 还是就这样去看别人 英国是这样的 我们就这样 国安法对家都实施了三年 其实期间累资的经验 给我们的经验总结 就是我们相信14日应该是足够 草案也列明因应危害国安的情况 警方可以限制咨询个别律师或律师行 变成了inter party 即是双方 否则你对律师很不公平 影响的权利是影响被捕人的权利 因为是说被捕人有没有权去咨询 他所选择的律师 我想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会明白为什么律师本人 他不会有一个所谓上诉或者覆核的权利 当局强调相关申请在非公开法庭处理 不会公开被限制咨询的身份 也都不代表受限制律师操守有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报道